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都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 她们哥哥风华绝代 可是她们身上都带着悲剧色彩 有人说正是悲剧成就了她们的美名 可如果能够幸福安稳 谁还愿意一生颠沛琉璃 尝尽酸甜苦辣咸的滋味呢 就拿王昭君来说 她本是汉庭的宫女 虽然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宠爱 但是毕竟这里还是在自己的家乡 和自己的族人生活在一起 等到昭君被选中作为和亲匈奴的公主 她的地位固然提高 可是也注定要永远背井离乡 没有了回家的机会 杜甫有诗云 移去紫台连硕末 毒流轻肿 像黄昏 纵然生活在草原王廷 成为了高高在上的恶事 可是她生活在大漠草原的日子 该有多么孤独寂寞呀 她又该如何排遣这种落寞呢 甘露二年 王昭君出生于南郡紫归县的一户平民之家 汉原帝建昭元年 以民间女子的身份被选入夜庭 成为了一名宫女 据说当年昭君入宫之时 没有贿赂画师 因此画师将她画成一个丑陋的女子 昭君在皇宫之中孕育不得志 最终愤然决定远嫁匈奴 汉原帝见到昭君的时候 着实吃了一惊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皇宫之中 竟然有一颗苍浪遗珠 他后悔不迭 所以想要将昭君留在自己的宫中 可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 开宫没有回头建 汉原帝只能忍痛将昭君嫁给忽寒耶 昭君在长安城和善谕成婚 然后两人才动身赶往草原 汉廷非常重视这场政治婚姻 所以也给昭君带了不少陪嫁 虽然此时他的身份 从不起眼的小宫女 变成了高贵的恶事 但是昭君的夫君已经四十余岁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 终究是缺少了爱情的交易 上天对昭君是不公平的 忽寒耶善于一年之后便生病去世 王昭君成了双居的寡妇 更令人同情的是 王昭君还会忽寒耶 担下了一个男孩 母子二人举目无亲 孤立无援 在这种情况下 昭君只好向汉原帝求助 他写了一封书信 寄给了汉廷 在信中他苦苦哀求皇帝 能准许他回到故国 可是汉原帝此时也已经驾崩 新上任的汉成帝对昭君 并没有丝毫的同情 只回复了冷冰冰的一句话 从胡俗 让昭君跟从匈奴人的风俗赶架 忽寒耶死后 匈奴王族蠢蠢欲动 自此 昭君和他的儿子 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央 新继位的善于 使忽寒耶的儿子傅朱磊 他按照匈奴人的风俗 迎娶了王昭君 但是对于昭君和呼喊耶的儿子 年轻的善于始终无法接受 他甚至决定将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杀死 对于王昭君来说 匈奴的风俗简直是太匪夷所思 可是既然离下的他只能屈从 后来昭君又为新善于 傅朱磊生下了两个女儿 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十一年 他小心地哺育两个女儿 并且还将汉人的耕作技术传授给了匈奴人 可以说正是在他的努力下 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和平才能成就 如果不是时时想起远方的故乡 以及那个可怜的儿子 这十一年还算是比较安稳幸福 可惜曾经的不幸永远如影随形地折磨着他 让他年纪轻轻就不堪重负 最终才三十多岁的王昭君便离开了人世 可以说王昭君和亲远嫁匈奴 历来被认为是件极其悲惨的事 初始元年 往往夺取西汉政权建立新朝 匈奴善于认为非刘氏子孙 何以可谓中国皇帝 于是边疆跌起 混乱无穷 他眼看自己为之现生的和平之局 即刻变为乌有 之后昭君悲愤成疾 不久他就在忧怨七轻绝望中死去